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认还有一句话 钱不是万能的 林律师 在石墙上 钱就是万能的 很遗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涉嫌妨碍法院执行 协助被执行人隐匿资金 经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现对你实施司法拘留 搞错了吧 我没有妨碍你们 有没有妨碍 会说清楚的 王航长 走吧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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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回回头 去 是 王长 这是我们原局长 说说吧 你一千多那资金 怎么跑你们银行的内控账户上去 怎么回事这是 原局长 志成化工欠我们的贷款 有五千万已经到期了 迟迟未还 他们那个还保案又输了 这还款就更困难 您说这事我能不急吗 我把这一千多万转走 那也是为了换我们的贷款 这是我职务行为啊 是 可这钱怎么又跑到韩志成的个人账户上去了 他个人账户上去了 原局长 我承认这事是我失误的 嗯 我没想到这个事情的性质这么严重 居然还要去做 我吸取教育 嗯 以后像这样的事坚决不做 对 我错了我一定改 怎么改啊 我以后 学法懂法 对 我该做的事呢 坚决不做 坚决不做了 对 说半天这不以后的事吗 这当下怎么办呀 你现在这个已经 妨碍不误了 严重的构成违法犯罪 妨碍不 我 严重了吧 原局长 嗯 林凯 您跟领导说说 先放我出去 以后您要需要贷款 您进给我找我 没有 我也不是做买贷的 我真不需要这个 我先谢谢你 不是 这 我跟领导说也没用了 我也想放你这儿待着多难受 这 我说的不是算 这 我出不出去 你得看你自己 可是 我 真的没什么事 您看 我这行业还有好多工作呢 应该是我们身上出去 是 知道你们都挺忙的 你想出去 这 你得 好好表现呀 您就帮个忙 大恩不延线 以后我一定 你得想想 有什么 还想跟我说呢 真的 没别的 没有了啊 没有了 哎呦 怎么办呀这个 反正这拘留十五天 咱还有时间 您家也在这冷静冷静 是吧 有些事可能 一时半会想不起来忘了 那就慢慢想 咱不着急 慢慢想 好 咱走 私人账户给我封了 欺人太甚 白雪梅看不出来呀 这平时思思文文的好文文静静 这 这办起事六亲不认哪这人 韩总 王航长都被拘了 韩总 您得想个办法 这样下去吃亏的是咱们 能想什么办法 这不一直在想吗 也怪咱们 可能把白雪梅给惹急了 但她这太过了她这个 这算不算打击报复这个 韩总 实在不行 去找找老领导吧 好 那个门不是咱们说进就能进的 看来美国人的胃口还真不小啊 竟然想收购我们天剑 应主任啊 通过你的摸底 我明白了Erik的意图 目前在中国市场 OW是唯一能够和他们抗衡 和竞争的同类产品 而且价格又比Erik低 所以收购了我们天剑 就等于垄断了中国的市场 就有了随意定价的权利 两个公司打官司 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竞争 这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市场争夺战 我们不应该怀疑 杨教授的专有技术 为了OW这个项目 我已经投入了上议员的资金 而杨教授跟他的团队 为了研发这个项目 付出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啊 OW如今在中国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 而且在市场的占有力又远远大于Erik 你说我们能够轻易缴械投降吗 所以宁主任在法庭上 我们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会全力以赴 但我需要杨教授的全力配合 放心吧 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去做工作 好 欢迎袁长 好 袁主任 喂 袁长 袁长的事我听说了 来找你们说点去 请坐 袁主任 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一个企业家 和白院长的爱人解除了合作 为委约金的事 举报了白院长 这事跟白雪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这事说得通吗 就算说得通 以我对白院长的了解 他也绝对不会做这些寻死亡法的事情 你们为了这么一件事 来调查一个整天为法院工作操碎了新的院长 这合适 太咱们还信了吧 欧阳院长 你别激动 你也是老党员 老领导了 组织纪律 你也清楚 如果是个匿名举报 也可能是子虚乌有 但这是一个企业家 一个当事人的实名举报 我们纪委置之不理 数字高阁 你觉得合适吗 我也希望白院长是清白的 但是 也得有证据 你们法院办案 不是最讲究证据的吗 纪委的调查 不仅是查问题 没问题更好 也是以正视听 欧阳院长 这件事 我们是一定要调查清楚的 是啊 你们查清楚了吗 新生 你了解白院长吗 了解 当然了解 了解就好 严主任 你知道吗 白院长的儿子出了车祸 现在还在医院呢 我都画完了 我 你自己的事 你不够了解 你不够了解 有什么缺帮 你不够了解 你怎么能看 你不够了解 你不够了解 你怎么能够了解 你能够了解 你不够了解 你不够了解 今天带我一个名秘医院教授 说博物馆会做得真好 应该怎么办 那就好了 还是包子 你既然咱们在外边买现成的 就不能换着点花样吗 这个简单 那个秘密调查的结果 真是难过 我爸对咱俩的事 态度很坚决 我说服不了他 昨天给他说急了 他犯了心脚痛 可把我吓坏了 是吗 那可千万不能再和他吵了 你不了解我爸 我爸这个人认准的事情 别人劝根本没用 小时候 小时候他对我可严厉了 我最怕的人就是他 后来我长大了 他管我也管得少了 在我妈妈去世 他对我变得温和了很多 只是在咱俩这件事情上 他的态度从来都没变过 家一 我现在能理解他 如果把我换做他 也许我也会这么做 我们现在只能慢慢来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去和他说 陆明 你能这么说 可真好 我的心里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 这种踏实的感觉 是你给我的 我都想我妈妈了 陆明 能跟我说说你妈妈吗 我的妈妈 她很普通 也很温柔 她说起话来 总是慢声息 她的声音特别好听 高兴的时候 会哼着歌 每次放学回到家 都会哼着歌 她 妈妈都在厨房里做饭 饭菜的香味 满屋子都是 我最喜欢吃她做的清蒸鱼 还有红烧肉 再后来 她的身体就不太好了 家里就有了浓浓的中药味 妈妈老是守着煤气炉 药锅 就在炉子上孤独着 我那时候觉得 这中药的味道太难闻了 妈妈就悄悄地 把厨房的门关上 现在想起来 那中药味多好闻 我看你很久了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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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想 我看你了 你这种药味道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这种药味道 薛局长 我真的没什么可交代的 您就怕我放了 我这银行里还有很多工作 再这么下去 我这分行行长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 您懂我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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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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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件事 说 请进 好 这位同志 请坐 雪梅同志 情况是这样的 经过调查韩志诚举报的 和你爱人杨振华的合作合同 却有歧视 但是双方合作不久 就终止了合作 违约军的问题双方表述不一 是杨振华不交违约军 还是韩志诚免收缺乏证据 至于对你举报 说你打击报复的事情 没有事实依据 严主任 需要我做什么 不需要 我会把调查情况向纪委汇报 喂 老子强 什么 马上送到我这儿 表个态吧 首先 环保案的审理 我做到了秉公执法 也充分考虑了制成化工具体的困难 以及未来的发展 其次 有违约金的事 牵涉到对我的举报 我认为是无中生有 那好 我们就先谈谈到这儿 爸 喂 这是滨海银行王航长的新闻录音 你听听吧 是 是啊 我愿意证明 当晚杨教授确实拿了五万块钱 委约金给韩志诚 但韩志诚不要 还拉着杨教授喝酒 后来呢 纪委的人找我了解情况 因为当时韩志诚给我打个招 所以我当时就没说实话 韩志诚对白远岛的取报 纯属无干 你这正好 有不再担心 不再担心 你怎么能干 你怎么干 你怎么干 你干 沈判长 原告美国埃瑞克公司 生产的专利方法 是其研发团队历时多年的科研成果 现已成为广受世界各国病患 普遍欢迎的生物药品 令人遗憾的是 当埃瑞克公司在中国取得发明专利之后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也就是说当埃瑞克公司的产品 在中国市场开始生产销售之际 我们发现 被告 天剑公司也开始在中国市场生产销售 与原告产品相同成分和功效的OW产品 沈判长 天剑公司的OW项目专有技术 是以东方大学杨振华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 历时八年的科研成果 天剑公司从东方大学受让了该技术 并依照该专有技术生产出了OW产品 我们不能认定他们具备了相同的结果 就一定会具备相同的过程 原告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逻辑错误 沈判长 在原告涉案专利申请的之前 OW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并未出现过 我方原告有理由相信其制备工艺 已经落入埃入公司专利保护范围之内 因此我方认为被告生产销售OW产品 这种行为对我方已经造成了严重评件 进来 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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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一下吧 是这样 据滨海银行王航长的供述 轮昆曾将自己公司的四百多万资金 转移到一个私人账户 这个账户我查了 这笔资金又从这个账户转移到了 轮昆妻子王琪的名下 据目前的证据来看 轮昆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是缺逃的 我的意见 追查这个资金的最终去向 依法执行 我同意 不过要提醒一下 轮昆非常狡猾 无论怎样都要坚决查下去 是 王院长 有一个名叫轮昆的人想见您 说是您同学 这会儿正在会见室等您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就是不知道 我这个老同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我说要不想见啊 就别见了 见吧 都找上门来了不见 太不近人情了 正好我也谈谈虚实 来 诺多跟我一起吧 是 是 艾瑞克的生产技术当中没有使用催化剂 而东方大学的技术当中使用了催化剂 虽说在工艺上更加复杂 操作难度加大 但是产品收率大大的提高 既然是两种根本不同工艺生产出的产品 当然就不会落入对方的专利保护权 保护范围 对方的诉求毫无道理 看一下 孟老板来了 坐吧 兰坤 有什么话你说吧 老院长 你看看我 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我真的是身无分文了 我让人身体不好 用钱的地方很多 为了公司 我跟亲戚朋友 借了不少钱 现在 都上门来讨债了 从早到晚 我这家呀 就没断过人 可是 你就是把我逼死 我也没钱还呀 袁坤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就没从自己身上 找找原因吗 是啊 公司呢 本来运营得非常好 都怪我一时贪心 盲目扩张 结果呢 导致这资金量断裂了 发现问题以后 我没有及时解决 而是心存幻想 在外面借了大量的外债 来弥补这窟窿 还把这个希望呢 寄托在那些朋友身上 没想到 他们也出了问题 现在我是后悔呀 老管 你今天 不是来诉苦的吧 机遇伤事实 我方请求法院 一 判令被告 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OW产品的行为 二 判令被告 立即撤回在中国市场上 出现的OW产品 并全部进行销毁 原告各项主张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请求法庭 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 同时原告的烂诉行为 严重地损害了被告一方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信誉 在此 我方保留 要求其赔偿相应损失的权利 公司所有的资产 都被法院查得查 卖得卖 所有账户 也被法院冻结了 我求求你们就别再盯着我不放了 我承认啊 以前呢 我是想给自己留个后手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总想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吧 可你们法院查得那么厉害 还把我给拘留了 所以 我也不敢有那些想法了 二位领导啊 我今天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真的是没有资产了 白院长 您看能不能把我从那个 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上拿下来 我不是失信 我确实是没能力啊 还有 能不能取消我那个限高链吧 现在别说高消费了 我就是低消费我都得算计着 毕竟我还是世人大代表 偶尔需要参加什么活动 你看 这个限高令啊 让我连飞机都坐不上了 杨坤 法院对你依法执行 是根据申请执行人 对你的起诉和法院的判指 没有人故意跟你过不去 根据你的欠债数额 和你的净资产数额 执行局有理由怀疑你隐匿 或者是转移了资产 况且你转移的部分资产已经被查到 至于还有没有隐匿的资产 法院不能听你的面致辞啊 真的是没有了 真的 任法官 对不对 他 他都查过了 要是真的没有了 那就不怕查呀 至于你说的取消限高令 那也是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而决定的 白院长 你们法官不是有自由裁量权吗 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 你就帮帮我吧 乱坤 法律不是儿戏 执行工作也不是儿戏 你要是还存有幻想 那我告诉你 这条路走不通 现在宣判 全体起立 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Erik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鉴定费 由原告Erik公司承担 宁主任 今天得好好谢谢你 法庭嘛 本身就是唇枪舌剑解决纷争的战场 其实啊 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选择 凭什么这是过程 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OW项目以后没有互补之忧了 看 你还要上诉 美国人真是没事干的 你不知道怎么想的 反正今天这个结果 不是Erik公司想要的 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赢了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地庆祝一下 不不不 曲总 这我得告个假 儿子还在医院躺着的 这得是吧 陈亚首 那可不行 今天晚上你得参加 你别骂了啊 那个 宁主任 今天晚上带上明捷 对了 把你宝贝女儿也带上 我早就想认识一下这位大记者了 好 那我们晚上见 好 说定了 晚上见 干嘛呀 上班呢 学妹 给你汇报啊 好消息 庭审赢了 是吗 不出我的所料 好啊 那祝贺你啊 也祝贺你们曲总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说 你说 我主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 他们说晚上要一起庆祝一下 那医院我就去不了了 好 我去就行了 你少喝点啊 你放心 放心 跟他们 我不会多喝 好 行了 我上班呢 挂了吧 嗯 嗯 来 江大主任 忙着呢 孟大法官啊 你两只眼睛看见的就是事实 那可 孔子的一位学生在煮咒的时候啊 发现粥里面有脏东西 于是便用勺子把它咬出来 想倒掉 忽然一想 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啊 于是就把它吃了 刚巧这时候 孔子走进厨房 以为他在偷吃便教训了他 这位同学就赶紧解释 孔子这才明白啊 于是便很感慨地说 你亲眼看到的事实 也不一定就是事实啊 完了 我说孟大法官 你是嫌案子太少没事干的 你还是执行工作都干完了 你跑着来给我讲什么故事 开玩笑呢 我到处找你啊 我是有事想向你求助 你向我求助 你求助什么呀 我问你啊 你正在鼓刀那个 那个系统 对 鹰眼系统 怎么样了 能注意一下自己措辞吗 古刀 什么叫古刀啊 多少IT精英的心血 那到你嘴里出来 整个一地摊户 我检讨 我检讨 我 我口误着蓝 行了吧 我是真着急啊 现在虽然能够监视 被执行人的账户 但是还有证券 汽车 房产等等 如果光靠人力 这执行区人再多 它也不够了 你 那个系统什么时候出啊 技术上呢 基本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还跟有关的 这个管理部门的 进行接口还没有打通 你急也没用 这怎么办呢 这得需要政府高层 他们去协调 你真着急啊 当然了 外观呢 你呀 去找院长 我去找院长 对 那我是不是太把自己 当回事了 小子 好 我先敬杯酒啊 这次 艾瑞克侵权案 我们天剑能够胜诉 宁主任功不可没 今天 我在法庭上 也亲眼目睹了 宁主任的风采 真是名不虚传 我代表天剑 敬宁主任 也敬年轻有为的何律师 来 我们共同举杯 徐总过奖了 身为律师 为客户息送 职责所在 天经第一 好 干 云瑞 我们在中国市场上 我想知道 为何 我们的制作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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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难 在中国市场上 总统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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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计划 你知不知道 他们在这里做的事 有点不同 就是一种社会 建立了社会 现在 宣布局依然在我们 我确定 T&G 是在那里 但是 我们有新的职业 和新的刑事 我相信 我们可以去宣布局 妈 我想出药 在这儿住了快半个月 都还得赶着回去写个文呢 出不出院 医生说了算 我说了可不算 医生说过 可也回家休养了 我觉得 我现在恢复得还不错 那明天你爸来了 你跟他说吧 这两天他心情不错 他的案子赢了 赢了 我跟他最近 一直跟案子心事重重的 不过在他心里啊 什么都没有他的科研项目重要 糟糕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来 有一个秘密 想不想听 什么秘密啊 又八卦 你还不是八卦 那天 你做完手术 还没醒过来的时候 我跟你爸在外面等 你爸哭 不可能 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真的 他一边哭 一边跟我说 他有多爱你 从小 你有多不听话 叛逆气的时候 拿他当仇人 现在 你终于长大了 终于好了 对我们也好 可是你又突然 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怕你好不了 还怕你会有后遗症 其实老样表现还挺好的 对了 妈 听我爸说 你最近心情也不好 还行吧 反正 磕磕绊绊的 总得面对啊 那也不能被人冤枉啊 怎么说呢 人生在世 就是被冤枉啊 被不理解啊 这些其实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件事 似乎都不能让别人 在当时的状况下去理解你 但是时间是可以证明一切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 清清白白的做人 踏踏实实的做事 是 早晚有一天 别人会了解你的为人 早晚有一天 那些误解啊 那些被冤枉啊 就都会过去了 知道了 再来一个人 只会有个人 那些被冤枉啊 在这些被冤枉啊 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